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什么事呢?Jubert 采放榜 有一个田径精英运动员的白凯文 透过顶尖运动员计划被港大收了 读医了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因为我现在见到未必一定是黄话还是蓝 那些人已经是疯了 譬如看到这些新闻 因为现在有网站 他也有得骂 骂什么? 譬如说 特区生活也要被人吊 很多人现在是这样的 但是他自己也是特区生活的 你不要想定义了 真的很奇怪 所以你没有理性 不需要理 好了 但是我觉得这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说了这么久 港大透过顶尖运动员入学计划 录取了8名运动员 OK 这8名运动员 同时都透过精英运动员计划 顶尖运动员和精英运动员计划不同 录取了15名运动员 都是入读牙医、文学士、理学士 每人都有40万奖学金 我觉得 我的细节目我不知道 但是你让我眨眼看下去 我当然认为 这个是 比较好的第一步 不是说这么单一 一定是 我要读书、读书、读书、读书 而我看回 喂 他的学生 都不是差的 当然不是说全部什么 六星星、五星星 但是 他收的分 每个 平均 每科分数 都有六分 是的 其实 即是说 这些这样的运动员 我在看 就算他不是用运动员的身份 你也分分钟收到他 是吧 Anyway 我觉得 我不知道 你美国的大学也是 他宁愿给奖学金你 例如NBA 他要欠那个 NBBC 那些 给奖学金你 他都要 make sure 你读完大学 那 据我所理解 他未必一定很飙轻 你这么好球 但是 都不是混出来的 真的要上下课 OK 反而我想说一下这个 我见到这个基层少女 王大仙 保良谷何任堂中学 什么中学 不知道 中学 考到港大医科 那我永远都向这些少女高兴 当然也一定有人在下面说 你这么狠狠的 又是做医生 又是什么 为什么读书呢 当然一定要做医生 那我们质疑了这个很久 为什么读书呢 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读书呢 在香港 因为呢 是最稳定的 早十年八年呢 有人讲医生 有人讲环球金融 有人讲电脑 有人讲律师 都还有的 去到现在 你去什么环球金融律师 你全部都没了 每个都是讲医生 制度始然 你起码呢 就算再辛苦也好 都没有某一程度 找到一口吃 是吧 甚至乎去外国移民 而且难道是 我读书不行 我考百分 我问你想做医生 医生还是留给你的成绩 不是不是 又这么说 不是 现在是这么说 譬如我读书好多分 是任我选择那么多科目 就是制度始然 任我选择的科目 我唯一看到很出道的 就是读医 那我唯有读医 就是这个意思 喂 如果你说 不是啊 原来真的行行出状元 那他就真的很不同 我好像以前 拿过专业资格的律师 你说香港 读那些人民科学那些 其实社会科学呢 基本上就是含得冷酱皮糖 出到来 就是靠催促 不要说什么 你读工商管理 都含得冷酱皮糖 是吧 好了 这一个呢 有人说 叫中换 又什么什么 喂 大哥啊 你又试一下 所以呢 我就最不喜欢 有些人说 为什么我不同呢 譬如你找这些例子 你找这些例子 他给那些 不肯用心思 读书的人 人家当然生气 他不肯用心思读书 有很多原因 其实这个原因 就是他根本就不喜欢读书 嗯 但是他可能有其他才能 所以做父母 千万不要 喂 你看人家这样 人家就可以了 不要 只不过 你应该要鼓励 年轻人 不要紧的 好像他这样的条件 都可以考到这样 向他的目标出发 你都要向你的目标 但是我不是读书 我爸爸妈妈没叫你读书 但是你开始带个儿子了 你想一下你最有兴趣是什么 我想不到 那不要紧 你都要努力 现在的事情 就是做每一样的事都好 有些人说 屌尼老母 读完书出来 入政府做医院 就是屌尼 喂 建制什么什么 就是去到极致这样 那公务员都不要做 人都不要做 公民机构 在香港很多人都是这样想 现在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 有不少的人 在其他地方 这个官党司机營政府 又是很严重的 是不是 那你就帮他们做了 就是要现实一点 说真的 你不要 阿正说得最对 运动员也好 明星也好 你就要想他那一面 你硬要去挑一些 你一定要去认同你所有 你自己想的东西 也都不现实 喂 你问我 我最好屌尼老母系 屌尼老母系 特班上最高的那格 他一播歌 我屌尼老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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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要求 如果不是这样做 他屌尼老母系 你屌尼老母系 你屌尼老母系 以他们这样说 他在淘宝 不上 唉 你不要说了 我上次没说过 但问题是 最难答案 就是 好像当日 我自己也有些 我和阿正都有这些问题 但是我和你是低的 算是少的 就是那些乡縣 那些乡縣 喂 当日 天琦我说过这个例子最好 不然又 看不到 你屌尼老母 准确认输 而且你不需要 别人怎么动 你自己的信念 你自己有自己的信念 譬如 喂 你老实说 譬如梅丽丝出去 我都不喜欢看 当然我喜欢 我当然喜欢 罗伯蒂囊我当然喜欢 你相信我 这三个是全家产 你不明白 死白了 那我唯有去分 正如我都会看大陆的戏 我会看的 反而是大陆戏 我会看 合拍片我未必看 因为合拍片 为什么呢 不好看 其实我是因为不好看 譬如你明明 譬如我看陈曼坎 譬如你明明那一条是大陆的儿子 还说 刘德华是我的朋友 他找人配音 很硬的 不知为什么 很硬的 那时候也是 无间道义 我不是不是陈道明 那些 更终极无间 如果一开声 说广东话 又找人配音 明明那些配音 是很担忌尊业的 你肯定是 不担忌 不担忌 你知平时这些人 对话声是这样的 不担忌对路 不担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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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读五年还是六年 我读医很辛苦 五年 都很厉害的了 五年 然后出来实习 一年还是两年 OK 搞得来 二十七八岁出来 然后又不知道做多久 要再读个专科 如果你想做专科医生 做了专科医生 就是 你能够成为那个专科医生 如果想做专科医生 你能够成为那些专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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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自基层 还要是拿中援 拿中援 一家六口 就在黄大线 一个公屋单位 他说初中成绩和现在 就差跌共地了 但是那时就没有什么志向 但是 后来你知道 家里环境不好 他作为大女 那时就想 要是 就出来做事 帮忙 要是 就认真读书 希望用知识改变命运 幸好 他爸爸妈妈 虽然是中援户 但是 都是认为 那女儿你尽力去读书 就是都知道这件事 而不是说 你能够出去帮忙 就是时代始终不同了 他说 为什么会选港大医科呢 他就说 第一 他擅长理科 第二 亦都是因为有很多师姐 师兄 跟他分享这些学科资讯 所以他最终都决定 不懂读港大 那么医呢 是不是很难读呢 又很难入的 就应该不算很难读的 不过他的名字很长 那些浪漫文 那些记忆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突破 譬如 最开始 这一圈的时候 应该要解剖 湯斯 那些呢 就是 不是那些可以的 不是那些可以的 有些人也是不行的 那么 那 你看 我想一下我的湯斯 我会不会害怕 我又不会害怕 但我又不会觉得 真是 混不撞当作一回事 好了 那么他说 另外一个 立志从医的另一个原因 就是小时候接受一个 眼科的小手术 当时遇上主疹的医生 手术前后呢 他很害怕 不断地哭 但是医生 就不断地安慰他 他就说 很想成为这种有专业知识 就是他帮助其他人的人 二来呢 他都想做一个亲切的医生 可以直接安慰到病人的心灵 所以呢 这个医生可能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件事 是影响了另一个人的一生 嗯 我是明白那些医护呢 很多时候都会很 就是 overload 就是超越了 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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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说他可能影响一个少年病人 移动病人的未来 就算有些老人家 譬如他 那些亲戚不能够常常来 是吧 他自己很孤单 又很病 那你 多些跟他聊 就是能够 你去忙啊 但是跟他聊聊天啊 啊 让他感受到那些温暖呢 我想这件事是 就是作为医护 除了医药上面呢 最大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说 AI 终于有一天 会取代到断症啊 那样东西 但是 那种人性的关系 哎 很久没有见一下你医生了 下去好像朋友那样 聊聊聊天 怎样啊 你个媳妇啊 你个女儿啊 那些就是你 不是AI帮到的 嗯 好了 那他说呢 由于啊 啊 一家六口 都是住在一个公屋 很小啊 他也都没有房的 那他说呢 其实他是跟六岁和八岁的弟妹 一 就是共处一室的 读书的时候 就很难 集中的 只要等到你睡觉呢 才能够避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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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会去学校读书啊 那但是 喂 他会 他会收工的嘛 那他就去校外 找其他自修室啊 他说每天呢 就是温习到凌晨两点 翌日又要上学 都辛苦啊 不过他就习惯了 他说凌晨两点啊 是啊 很辛苦啊 他就回八点多啊 其实你看他面相 你也知道 不是是八点钟要上学 一般来说 就是七点多钟要上学 是啊 你看这面相呢 说真的啊 真是很大力的 你可以说读试 靠读书有什么 有一个人这样说我 是 我都觉得是的 喂 你先试试吧 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立八点了 都立八点了 丢林急抱佛 丢你了 拿着一本 丢你了 下星期五 考这个 我不考 没有读History 考Commerce 那样 那麽星期一 哎呀大把时间了 丢你了 还有十几天 丢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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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星期三 都仍是三十一年 嗯 然后就 丢你了 你不敢分 但又中间又晚睡 又累又找你吃 嗯 又打飞机了 喂 打飞机了 你不是有大毅力 真的不行的 你真是这么容易 OK 好了 他说呢 因为家境关系 实在没有资源去报答寶习社 但又怕错过认试技巧的资讯 所以呢 他唯有多看些 PASS PAPER 做PASS PAPER 亦都看些认试的YOUTUBE片 有时操到累了 就在事实实看YOUTUBE片 当是一种不用付钱的补习 他说 如果学习遇上困难呢 就会找老师 找些师兄师姐去请教 如果有同学补习呢 他又会跟对方借筆记 希望考到好成绩的 老实说 如果你不似夏文 有些同学都愿意的 那他说呢 不过就算怎么博都好 他坚持呢 就每晚都会吃饭 而且吃饭的就是当休息时间 这么说 因为他认为呢 无论如何都好 都要吃过饭 才有力量去继续做 就是之后的事这么说 至于父母呢 他说 当然对他支持 但是他说呢 父母感情比较耐念的 知道他考到医科之后呢 都没有什么特别说话 OK 好了 那记者去问一下 阿玉和我妈妈 妈 妈 有时候父母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说话 妈妈和记者说的时候呢 都是流了眼泪 他说知道结果的时候 很感动 很感动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 真的看着女儿 不容易 小时候 很多书保 又要用既书 又买不到给他 家里的条件真的帮不到 连补习 基本的补习 甚至乎呢 其实隔离屋 有人知道他们这样的环境 我说不如 你跟我一边去补习吧 那不要了 真的是条件嘛 OK 他说 在过去几年疫情所困呢 老公就失业 家里的环境又小又草 OK 肯定知道对育童学习很大影响 不要说帮他 那时候是连他们自己 疫情又失业 老公都觉得很辛苦 他说现在这个女儿梦想成真 希望他日后呢 有所成之后呢 可以继续帮助他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 讲真讲假 但是他们不是说 希望他们才能赚到钱 改善环境 他说是帮助他人 所以整天就是这样 除了感激家人之外呢 还有同学之外呢 他又开名哦 感谢中五中六班的班主任 范sir哦 嗯 那我想都是 范sir对他的指导 应该不会有那些 就是我想的那些 吧 哇 那麽邪惊 我不是那麽 你无论哪些开名 赞那班主任 不要笑脸情怀 他说呢 自己多次放弃 想放弃的时候呢 真是累的嘛 那班主任呢 都用正面态度 鼓励他不要放弃 和他咬着牙关 克服困难 尽力去实践梦想 就是千万不要被自己后悔 考不考到 有时都有一些天意 但是你尽力了 那另外呢 他也有感激学校 就是和有些老师 专专为他找多个独学 知道他的环境 令到经济困难的他呢 都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负担 那可能在中学那些买书 可能已经跟他班 这些老师的有心 因为这些老师 我不用做这些事情的 其实是不需要的 我平时很忙 我浪费事了 和你做 但是这样说 阿靖 就是我这班口很衰的 如果我见到那些年轻 肯学呢 就是我们不是做老师的 不是那个职业 你就自然肯教 但是你不会吊实他吗 讀得书多财不加财 不是 我想学的意思不是 读得书多财不加财 我都是 我不会觉得 只不过他现在 achieve到他 因为这是他的目标 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讀得书多财不加财 只不过他的梦 是要用读书来达成的意思 我希望他不要做财不加财 我告诉你 尤其是读不通 那些人情 人情 人情 那个道理不明 你以后 就不如真的不要读 你想想他老母那些 中文人家 可能读书不多 但是很简单 希望帮到人 帮到人 你不同 有些人 读得一遍 你看那些左翼 你就知道 好了 只要他突然读什么 他现在未有探索 那些记者是要问他 好在那些记者 都没有问他2019年的事 喂 那你有没有什么 你跟同学说 那你其实要怎么说 他说 不要受环境限制 或者不要觉得 这个世界一定是什么都不行 一定不行 真的很负面 他说 总之定好目标 自律些 读不读得常书 都不是很大问题 做一个自律的人 明白自己的目标 向自己的目标 去进发 那这个当然是重要 不过你这么小 有些女生比较熟 真的未必有目标 亦都不需要心急 到时你就可能有了 好了 19分钟 都要说完这件事 这件事就是糟糕 内地看 内地看 娶香港女 香港老婆 有轻度弱智 轻度弱智 我不知道 一般来说 轻度弱智 都有十岁 七八十岁 十一二岁的智商 这个问题 我问过 因为正好 以前我的同事 也有个这样 我认为他是轻度弱智 那么笨 但是是静的 是静的 OK的 完全的 样子 当然不是蒙古症 当然是市井 有身材 OK的 但是 你今天可以哄他吗 但是他 你正常跟他说话 你都不觉得 那你十一二岁 十岁八岁 你都 未必是很低能的 但是 因为他是我的伙计 那么我 就当然知道了 很紧张 跟别人交往 有些 总而言之 我觉得是低一点的 我觉得 那你说 你正常样 你又行不行 我问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不知道 我觉得可以 就是静女一个 他就好 但是你知道 真是难就好 因为纵然他有这样的身体 但是 原来你知道 十一二岁 怎样沟通 不用沟通 就算你说博夜 不用沟通也好 不行的 博夜之前也有沟通 我觉得 进去他哪裏等 那十一二岁 什么的 喂 那你这样说 有些十一二岁出来搭 有些十一二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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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 阿成妈想搭我 叫你搭碰我的鸡 鸡被你搭飽 你这么多人 十一二岁都是这样的 但是 我想说 如果是 喂 真是那些 你知道就很难的 好了 这个 内地看 我先说 案情 今年 四十四岁 被告叫YS 即是两个字 一定是 遇阳省 OK YS 他否认刑事恐嚇 意图妨碍司法公正 以及强奸 三条罪 OK 控除此在2021年11月21日 哇 都三年前 在元朗威胁 X 即是他老婆 会令他受到伤害 医度 令到X受惊 被控 亦都被控 在同年12月3日至12月14日 威胁 阿X 是曾经 报告案 指控她老公的 他又被控在同月 即是12月2021年11日 在元朗强奸 X 老婆 怎样强奸 好 各位看官 等我跟大家讲这个案情 嗯 X 案发的时候 是35岁 即是2021年的X 那被告今年44岁2021年的时候 即是41岁 即是被告给你老婆大6岁 是轻道的致障人士 被告呢 就否认刑事 恐吓义和妇外司法公正 和强奸三条罪 控方开案陳前说 被告YX 是大陆仔 他和阿X 在2016年在香港结婚 即是8年前 即是可能是30岁左右 嫁给他YX 他在香港住的时候 即是假如被告 就住在他老婆家 2021年11月21日 早上 被告在他老婆家 叫醒他老婆 叫他老婆 喂 表你老母 和我登记电话 他可能打算拿个无线电话 他自己不是登记的吗 他没有香港新生证 那你要用那些 即是那些 臨时卡 那时候中口 阿X就不肯 被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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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成了 被告呢 被告呢 爱哲了 你ept sup 法庭就讓他保釋,但保釋條件就是,你不可以再接觸X當然了 到了同年的12月3日,X帶他的兒子回幼稚園 為何在幼稚園門口看到被告,被告就跟他說 屌你老母,你怎樣上法庭呢? 法官不會相信你說話的,你有精神病,有弱智,有抑鬱症,哪一個人相信你啊? 老實說,一個根據他說有抑鬱症,壓力這麼大 你這樣說,其實很容易刺激到他,他根本就是,你老母,你有這麼多病,表你哪應該相信你啊? 就兇了他,到了同月的14日,即是12月3日之後,14日就是11日之後 X又去幼稚園接過兒子放學,又見到被告,被告再跟他說 他說,你別人上法庭啊,你快點跟你妹妹說啊,快點點燒案啊,叫你老母 如果不是,叫你老母,我對你們不客氣啊 其實是恐嚇,常恐嚇的 此外呢,被告在X的住所附近,一間酒店,租了個房間 在2021年12月21日,X帶了兒子逛街的時候,又撞到被告,當然不會撞到,是被告有心的 好了,被告就跟他說,喂,你知不知道,我有來過妹妹的犯罪證據 那他是有點低能的嘛,這個,如果不低能也不嫁給他啦 於是,X就很緊張,你上去酒店拿吧,租了個房間 X因為擔心妹妹,就帶了兒子,就上酒店房間 嗯 誰知道,三個人到酒店房間,被告脫掉了衫婦 把X包到床上,然後用屁蓋著他們兩個,這樣也算好,沒有在兒子面前 嘩,但還是在兒子面前,沒有十分 但是,你蓋住一張屁嘛 不是,蓋住一張屁算是這樣的,也不算太變態啦 屌你老母,而且沒有戴套底下,屌你老母,就強欺,強欺X 屌你老母,X被侵犯的時候,不停想叫他兒子 他真的很害怕啊,幾歲,不知做什麼事啦 可能這個熊家產,YS,還說 屌你老母,很不紅啊,嗚嗚嗚 屌你這樣子 那樣子那個警察呢 是啊,然後慢著,他還中出,我老婆 然後被告事後,屌你了,不就這樣算他 拿了五塊錢給他老婆 但他老婆很有骨氣,不想要 好,屌你了,那些錢不是給你啊 給我兒子買東西吃啊,這樣 那樣子,吸口,X呢,都沒有被報警 如果你們有沒有怎麼知道,如果你們有沒有 沒有離乳經和肚痛啊 到了呢,之後他去加計會檢查,可能是一、兩月後的事 就發現原來就有個B 跟著X就頂不順了,就報警 被告 被捕後,在警戒下說,喂 那個老婆來的啊,我屌我老婆有什麼問題啊 OK X那期後進行人工流產 除了一個B胚胎,經過化驗證實呢 被告是B胚胎的老爸 嗯 即是一夜中啊,很厲害啊 這個什麼都,這個 YX 但,我就不會要摩法大陸 老的 都不用要摩了 我是說這一個人而已 是 你老母 是什麼人來的 這個 即是神經 你老母在兒子面前 和老婆不跟你申請電話 我覺得老婆不跟你申請電話 那時候開始 老婆為什麼不跟你申請電話 你也有問題 是吧 OK 好,休息了